我们立刻带您关心这起相当惊悚的社会案件 就在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医院 今天发生了枪击命案 一名嫌犯闯进的都是人潮的后诊区 直接对着一名五十多岁男子连开两枪 造成被害人 他头部胸部重担 最后抢救无效不幸死亡 而所有民众目击现场全部吓傻了 案发之后 集团案小组是锁定了诸姓嫌犯身份 最后巡线就在台南安平逮捕贵案 一身黑衣黑裤的男子 走进高一耳别喉科后诊室 紧接着就传出两声枪响 数十位民众以及医护惊慌失措 被害人当时正在后诊 嫌犯默默靠近坐在他后方 拿出枪械近距离袭击 超过一公尺以上 大概就是近距离 送了两枪 那一部分是在胸部 第二个部分是头部 五十六岁王姓被害人 两处要害重担 奄奄一袭 杨躺在椅子上 立刻被送进急诊室抢救 嫌犯趁乱逃离 穿越人群后 一路步伐从容 离开医院 大胆嫌犯不但公然 在转舰开枪 甚至离开的时候 还选择从十全路 这个人多进出的大门 在这边搭上计程车离开 我们第一时间就马上做现场的勘察 检验 以及引带的调业 嫌犯一路逃到台南 警方根据线索紧追不舍 案发四个小时后 在安平区这处咖啡厅逮捕 出现嫌犯 凶嫌预谋犯案 被捕时身上还带着作案枪支 以及十九发子弹 他与被害人有上千万元的债务 纠纷牵扯十几年 他开枪寻仇 被害人抢救一个多小时 伤重不治 自己也逃不过追捕 最终落网 记者柯凤怡 吴国珍黄阳明高雄报道